這邊要來小小跟大家工商一下就是我現在開了一個團購 那這個團購比較特別一點點就是維生素D跟液態葉黃素的團購 那如果說你最近有在看新聞的話應該都知道最近維生素D是一個很重要的營養元素 這兩個都是屬於滴劑式的保健食品 那吸收度其實會比定期的再好過1.5倍 其實在補充的時候也很方便 只要這樣把它吸起來之後直接往嘴巴滴就可以完成補充了 當然因為礙於法規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跟人說維生素D跟最近有什麼關係 那你們可以自行去Google 這兩罐原價是1800元 那全台唯一的團購就是由我來開啟 這兩罐組合價只要999元並且是免運的 所以如果說你最近有需要補充營養素的需求的話 都可以透過下面連結進行購買 這兩罐是由保齡附近生技公司開發 所以不是什麼來路不明的保健食品 我自己也已經使用一年以上覺得還不錯 我才會跟你們分享的喔 哈囉是虛擬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優惠即時充 今天的優惠即時充一樣 短短三點要來跟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個要來跟你們分享公告到 明年12月31號行動支付最高10%現金回饋的信用卡 接著第二個要來跟你們分享是 最長到明年2月2.6%超高貨存的數位帳戶 接著第三點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 中央最新推出的經濟版的紓困4.0的政策 首先要來跟你們分享是公告到明年12月31號 行動支付最高10%的現金紅利回饋信用卡 這張信用卡就是花旗現金回饋 他已經卡目前的回饋公告是到明年的12月31號 你沒有聽說在今年年中就已經一口氣公告到明年年底 其實算是還蠻大手筆的喔 這張信用卡在一般通路可以享有2%的現金紅利回饋 每年的回饋上限是6萬元 所以最多可以刷到300萬 但是這張信用卡有一個比較麻煩一點點的地方呢 就是他必須300元的紅利回饋為單位 手動去兌換才可以折抵帳單 這張信用卡如果說已經要繳保費 一樣是可以享有回饋的 如果說你是新戶 並且在今年的12月31號之前申辦的話 在核卡過後的90天與指定行動支付上面消費 都可以享有10%的現金回饋 其中加碼8%在活動總期間的回饋上限是10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費到12500塊 他的行動支付呢其實還蠻多元 像是Apple Pay、神送Pay、LivePay、接口支付 PXPay、SKMPay、HappyGo 加熱福錢包、悠遊付 還有成品的行動支付 那最詳細的部分呢 我會放在下面指示欄 有興趣都可以點開觀看 如果說之後10句比較趨緩 你想去看電影 在微秀影城平日可以享有6折 而在假日則是可以享有85折的優惠 如果說你今天是新戶 並且透過我的連結神版 在核卡過後的30天內 累計消費滿12000塊的話 就可以享有AirPods 2 而你呢必須在8月31號之前核卡才算是符合這個活動資格 這個手刷底的活動是可以跟新戶指定行動支付10%活動的共同進行的 所以呢最快捷手刷底的方式呢 就是可以利用行動支付消費買12500塊的話 不僅呢可以同時享有最高1000元的回饋 也可以呢直接加碼再拿到你的AirPods 2 AirPods 2這個手刷底應該是近期的最後一檔 所以如果說你有在觀望的話 或許可以考慮看看這一次的手刷底優惠 接著第二個要來跟你們分享 是到明年的2月最高可以享有2.6%的活出數位帳戶 這個數位帳戶呢就是遠銀的Banky啦 他的活動延長到今年的7月31號 你今天早在7月31號之前 透過我的連結申辦的話呢 就可以享有半年5萬塊2.6%的活出利率 如果說你今天申辦成功的話 則是會在次月的21號開始祭席 如果說你今天在7月申辦的話 就會從8月21號開始祭席 並且呢你可以享受這2.6%的利率 到明年的2月20號 這個數位帳戶每個月可以享有 跨轉以及跨提各六次的手續費解明優惠 如果說你今天存款超過5萬塊的話 超過的部分呢則是會以0.6%作為計算 這0.6%並沒有任何金額上的限制 所以啊如果說你今天資金比較龐大 又想要想一個比較高一點的活出利率的話 其實遠銀Banky也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遠銀Banky算是說他目前只有延到7月31號 但是這個活動的只是一個申辦節日 所以啊你早在7月31號之前申辦 都可以享有半年5萬塊2.6%的獲出利率 我自己個人認為他算是一個小資主還蠻適合的數位帳戶 接著要來跟你們分享就是行政員推出了 僅僅4.0的政策 但是我知道當然還是會有些人呢 是沒有辦法申辦的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剛好有符合資格的話 我個人認為這個紓困真的差 也就不妨去申辦一下吧 首先第一個部分基本上就是各家庭都可以享有的優惠 就是電費減免 在於6月加戶電費的部分啊 暫緩實施下月的計價 也就是你6月電費一度電相較於去年會稍微比較便宜一些 如果說你今天是服務業或是農業 也在5-7月之間會依照你的營業額呢來減免你的電費最高呢可以減免到30% 至於減免的詳細條件以及情況呢 我會放在下面資訊欄有興趣都可以點開觀看 接著第二個就是自營業以及固定雇主的補助啊 這一次是有所放寬的 如果說你今天老保的投保金額大過於2萬4的話 最高可以領到1萬元的補助 那如果說你老保投保金額小於2萬4的話 最高只可以享有3萬元的補助 在之前紓困4.0的第一版呢 它是限制你今天必須在108年的所得呢 小於40.8萬才可以申請這個補助 但是呢在這個經濟紓困的4.0的條件放寬成 如果你是在109年的所得有小於40.8萬的話 一樣也是可以申請的 所以啊如果說你是前陣子去申請啊 沒有辦法補合資格的話 或許啊你後面幾天也可以再去試試看 搞不好就可以領到這個補助哦 接下來第三個就是安心即時上工計劃 它條件門檻是有在稍微的放寬 如果說已經是年滿15歲以上 或者是有獲得永久居留權的外陸及配偶呢 都可以申請安心即時上工計劃 這個補助計劃呢 最高每個月可以補助到12800元 你在申請的前一年必須有老保或者是舊保的紀錄 那它其實就有點類似政府啊 會直接介紹工作給你 它呢會以實行160元的工資啊計算給你 而這個補助啊最長可以到6個月 接下來第三個部分 我個人認為對於小職組可能是稍微有一點幫助了 如果說你今天是打工或是實行組的話 這次經濟輸酷4.0呢終於可以領到補助了 你今天呢 只要是月投保金額小於23100元的話 最高就可以領到1萬元的補助 你呢必須在110年4月30號之前就已經參加就業保險 但是啊 就算你今天在很多地方打工 你最多也只能領到一次的補助 就是1萬塊哦 可是我自己個人認為這個補助啊 對於很多打工族來講啊 都是不無小補 我會把申辦連結呢 放在下面資訊欄 有需要都可以點開觀看 接下來下一個就是高中人員 以及幼兒園的終點人員的補助啦 你今天老是相關人員 因為受到時局影響啊 所以你的排班有所減少的話 都會依照不同類型的時薪計算方式啊 而想要補助 如果說你今天是客後兼職的服務人員啊 或是社團的外聘老師 在這個部分 政府補助的終點費啊 是你原有費用的60% 所以啊會變成高中啊每節補助240元 在國中的部分每節補助216元 而在國小的話 每節則是補助192元 如果說你今天是公立的幼兒園教師助理的話 每小時啊則是會160元的基本時薪啊 補助給你 我自己個人認為這個計算方式是有一點的複雜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知道更詳細的申請辦法 我一樣會放在下面資訊欄 有需要都可以點開觀看 接著第六個 如果說你今天是確診染疫死亡的家屬呢 每戶可以拿到10萬元的維穩金 而接下來第七個則是在於勞動紓困貸款的部分 你今天啊只要是在6月19號之前有申辦 並且符合貸款資格的人的話 基本上都會合發這個貸款給你 就算你已經超過限量的50萬名也是一樣的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的內容 如果說你還有其他需要補充的話 都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喜歡或訂閱我 記得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每次上線影片 想要關注我更多生活動態的話 歡迎Follow我Instagram或是按讚粉專頁 也可以加入會員幫助我創作更多精美又良影片的訊例 我們下次再見囉 外部 其實我個人認為這次經濟4.0的補助啊 我自己覺得打工組跟死青組 這個補助我覺得算是還蠻不錯的 因為很多店最近可能都是關點 那你受到疫情影響 多多少少都可以領到一點補助 我覺得不無小補啊 雖然說不太可能就是全部的人都領得到補助等等 那如果說你今天真的有需要的話呢 都可以透過下面的連結去審辦 那當然我覺得啦 政府的政策不太可能盡善盡美 所以有些領得到有些一定領不到 那如果說你今天想要申辦數位帳戶啊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申辦信用卡的話 我今天推薦了兩個 我自己個人覺得都還算是蠻不錯的 那我會把連結呢放在下面資訊欄 有興趣的都可以點開觀看 這就是蠻有興趣的 谢谢观看